英国伦敦250名销整员经过一夜分离灌旧 冲天大火终于熄灭 但无情大火几乎吞噬整栋大楼 曾经是600户居民温暖窝的公寓 烧成焦黑 几乎成了废湿 业主两年多前耗资870万英镑 折合大约4700万令吉 翻新这栋在1974年建立的大楼 并在外墙安装塑胶外墙板和窗户 美化大楼外观 住户曾多次投诉 指大楼暗藏火灾隐患 但业主充耳不闻 最终引发悲剧 另外也有住户指 大火爆发时并没有听见火警铃声 对此消整员表示 一切还有待调查 这一场严重火灾至今已造成至少12人遇难 74人受伤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 为此正在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签署组建联合政府协议的英国首相特利沙梅 以下令全力震灾并彻查火灾真相 眼看公寓600名住户 一夜之间失去落脚处 伦敦市民发挥守望相助精神 捐献衣服、粮食、水和玩具 希望出一份勉励 助灾民渡过难关